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每次在做網站的時候 每次在找那個照片 常常有些照片是存在手機裡面 然後有些照片是存在相機裡面 所以後來我把那個 手機的照片就自動 同步到Google的相簿 然後把相片 那個,譬如說這個 單眼相機拍出來的照片 我就把它直接拉到 Google相簿裡面去 那因為Google相簿它又有手機的APP 然後又有電腦的那個Web 網頁的版本 所以它都是同步到雲端 非常非常方便 只要我在做網站的時候 我要去找我拍的照片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找那個 Google相簿,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Google相簿裡面 像這個Google相簿,怎麼進去呢? 很簡單,就是這邊 Google的工具裡面這邊就有個相片 這個,Google相片點進去 只要你有Google的帳號 有Gmail就有Google相簿的功能 那你進來之後啊,你看我這邊的相簿 你看這邊是我的 這個圖是我的手機 擷取的影片或是擷取的圖片 它也會自動同步到這個Google相簿裡面去 然後這個是照片 這是我用手機 iPhone,這是我的iPhone 8 Plus 拍的手機照片 拍完之後呢,它也會自動同步到 我的這個Google相簿裡面去 那你看這個是 這個我先把它下載下來 這是一個,這是錄製手機桌面的影片 然後我要怎麼做下載呢? 因為它同步到雲端去之後 你就按右上角這個點 然後按下載 下載回來 它這邊有寫下載中 然後這邊有個 這是影片 iPhone錄的影片 所以這是MP4 我先把它存在我的桌面 等一下我們來做一下示範 好 我錄的這個影片其實就是在講說 這個手機APP Google相簿的這個APP 在手機上怎麼使用 所以我直接錄製我的手機操作的影片 iPhone可以直接錄影片 然後我再 我錄了兩個影片 把這兩個影片都下載回來 等一下我們把它剪接進來 讓你看一下手機怎麼操作 其實還蠻簡單的 它有很多選項 可是我們不見得會用到那麼多選項 所以主要的選項用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把這兩個影片都下載回來 等一下我們 在後面 在後面會講 好我現在先來講一下 在電腦版裡面 裡面看的 你看這些 你看我從 這邊的 2019年12月 然後一直到 你看 可以一直往下捲 一直往下捲 超久的 2006年 我已經到2006年 看右下子這邊 2006年你看 那時候我兒子都還這麼小 三歲的時候 還那麼小的時候 我已經存了好久的照片 到2003年 我小孩子 第一個小孩子出生就是在2003年 你看 從這麼小的時候 剛出生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已經 17歲了 已經升高中了 已經升高中了 都在這裡面 照片我就全部都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它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沒有數量的限制 沒有容量的限制 所以我全部都把它丟到這個Google 雲端相片裡面去 然後呢如果你有換手機的話 不用擔心 你有換手機 像我之前都是用Google的手機 HTC的手機 或ASUS的手機 都是安卓手機 然後我只要設定好 它同步的時候 它就會同步到Google雲端 那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你手機的照片刪掉沒關係 它Google雲端的相片不會刪掉 但是如果相反的話呢 你從這個Google這邊刪掉 你的手機會被刪掉 所以要記得不要去刪Google相簿裡面的照片 因為Google相簿裡面的照片 它沒有容量限制 所以你不用去刪它沒關係啊 它只有一個狀態會有容量限制 就是你去設定它要相同解析度 就是說我的 我的譬如說我的單眼相機 拍出一張照片都5MB以上 雖然像素非常非常高 但是呢這個Google相簿裡面 它只能夠存1600萬畫素 的解析度是可以無限制的容量限制 但是如果你要存你的原檔案 超過1600萬畫素的原檔案的話 它就會占掉你的個人空間 那Google它是可以買個人空間的 它是用月付的方式 或者是我不曉得有沒有年付方式 就是你這個Google帳號是要付費的 你就可以去擴增你的Google雲端空間 那如果你要保存你的原檔案的話 才會用到佔用到你的空間 那我個人不建議你去 不建議你去用原檔案 你的原檔案 你就存在其他地方 存在你自己的硬碟就好了 然後你把它上傳之後呢 你去選擇用它預設的檔案 就是它壓縮過的檔案 那我覺得夠大了 夠大了 你看我家牆壁後面的那個 那麼大張A4的照片 其實都是用這個Google相片 裡面解析度去列印出來的 除非你要真的要列印到非常非常精細 或者是你要做很大的海報 你才需要用原檔案去列印 否則的話它裡面預設這些檔案 大小已經夠了已經夠了 你就算列印出像這個書本這種大小的 也很清楚了啦 也夠清楚了 所以我們用它免費的空間就好了 完全免費 那電腦本要上傳很簡單 你就只要把你的桌面 不是就是你的電腦本機裡面的照片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張照片 你就把它拉進來就好了 它就自動上傳了 有沒有它就自動上傳了 然後它上傳的時候 它會依據這張照片的資訊 什麼資訊就是它 每張照片都有拍照當下的時間資訊 它就會依照這個時間資訊 插在它是以時間軸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是比較早的 譬如說這張照片是最近拍的 那這不是拍的 這是我去截取網路上的照片 我把這個時間拉到最上面去 這張照片已經上傳了 然後你看 我現在上傳它是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它排在最上面 排在最上面 那如果是你自己拍照的話 都會有拍照的時間資訊 那你相機拍照 相機也有設定這個時間資訊 它就會照時間走去排列 OK 手機也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手機的 注意喔 如果是相機的話 你就是譬如說單影相機的 你的SD卡裡面有很多相片 你就用這樣拖曳的方式 直接把它拉進來就好了 OK 直接把它拉進來 讓它慢慢去上傳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手機的版本 手機版本 你進到這個Google相簿裡面去 然後它左邊有個設定 設定點進去之後 最上面這邊就有個 備份和同步管理這邊 然後你就選擇 備份與同步這邊要啟用 啟用就是這個藍色 這是iPhone手機喔 那底下就會有高畫質 縮減檔案大小並人維持良好畫質 用這個就可以了 選這個就可以了 不要用原尺寸喔 原尺寸會佔用掉你的空間喔 好 然後選定之後 下面這邊有透過行動數據連線備份 下面把它選起來 就藍色的 那這個是在什麼狀態下呢 就把它選取 選取的時候這個狀態呢 是在你的手機是無線上網 而你的手機是吃到飽的方案下 吃到飽的方案下 好 那我們再看左邊這個相片 點進去之後 左邊這個相片點進去之後 這個是我本機的照片 自己本機裡面的照片 然後這個Google相簿呢 你點進去之後啊 它就會自動去做同步 如果你都沒有去點擊這個Google相簿的話 它不會去做同步喔 這個要注意喔 你一定要點這個Google相簿 點進去之後 它才會開始 你看這邊轉轉轉有沒有 它才開始做同步 然後再給你看一下 這個Google相簿點進去之後 它不管在電腦或是在手機 它都可以列出所有你曾經上傳的照片 所以你看我這邊 這個Google相簿裡面 我這邊 從2019年12月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 我把他快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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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我兒子那時候 很小的時候 2014年 一歲的時候 這個媽媽懷孕的時候 這張照片 懷孕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手機APP 在App Store裡面 相片 很簡單 就只要去搜尋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在這裡 然後找到這個Google相簿 安裝這個Google相簿就可以了 就那麼簡單 那只要你登錄的帳號 跟你電腦版的帳號是同一個 那你們看到的檔案就會是同樣的檔案 就是這些照片都是同樣的檔案 然後有同學問說 1600萬的像素到底是多大 我在這邊 我用單眼相機拍的 然後我用這個電腦版把它拉上去的圖片 把它點開看一下 這個是我畫的 你看這個單眼相機拍的馬非常清楚 我把它另存圖檔 讓你看一下這張圖 如果上傳上去之後被壓縮了 到底還有多大 下載 然後把這張圖點開 這邊有個檔案內容 看一下這張照片的詳細資料 你看喔 這邊有1395×930 這個就是它的像素大小 那你看我其實把它放到最大 這個我的畫面 我的電腦螢幕是1920×1080的電腦螢幕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清楚 OK 所以真的沒有 不是很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很必要說 一定要把它保存原檔案 除非你那個原檔案 本身要拿去列印 或者是要列印大張的圖片的時候才需要 否則的話像一般單眼相機的 我真的這些都是單眼相機拍的 這些都是我的5D 5DS Canon的5DS拍的 然後我直接把它拉到這個雲端Google的相簿去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非常非常清晰 很漂亮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就是把你一輩子的照片 全部都把它上傳上去 備份到Google雲端 雲端 不是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是要錢的 備份到Google的相簿裡面去 完全免費 預設解析度就OK了 好 我們就講到這邊 拜拜